師傅 很久沒通台了 喔OK 難得可以坐在這邊 我跟你講你看像我現在的狀態 老婆娶了 小孩也生了 人生就要邁入下一個階段了 這也是我們現在最痛苦的時期 就是要買房子 人家說說五指登科嘛 五指登科 我跟你講 可能兩三年前登得上去 現在有點難登啊 可以啊 那是往下 我跟你說我們最近啊 我跟我老婆就 你知道有時候沒事我們就在五九一那邊滑 我們忽然滑一滑 我跟我老婆就聊到一件事情就說 到底要買公寓 還是透天呢 這邊中間會不會有一些隱憂是 我們不知道的 結果我老婆就丟一句話給我 你為什麼不去問娘師傅呢 欸非常好 可以拍片 又可以得到我要的答案 這不是一舉兩得嗎 人脈資源很重要 以你水電的角度 或者是以你這樣 在這個業界 工作十多年的角度來說 對 你會給什麼樣的建議 在講這件事情之前 先讓大家有個基本觀念 其實買房子這件事情 應該就是屬於叫 人生當中的 大事情 在購買房屋的時候 一定要去做足功課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可以把房子 簡單分成四大部分 你已經幫我整理好了 對我幫你整理好了 第一個是公寓吧 再來就是華夏 是 再來就是大樓 再來就是透天 好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 公寓走上去 這個樓梯通道最上面大概只有五層樓 上去的時候是沒有電梯的喔 上到第二樓的時候 左邊一戶 右邊一戶 它有幾個好處 建物的價錢最低 它的公寓比低 也是另外一個優點 對對對 公寓比比較低 總價比較低嘛 然後室內頻數比較高 通常會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也要看地段 公寓比低的話 那你買的頻數比較接近食品 它有一些局部的公寓 有一些好處 不過因為它剛好臨路 比較近的時候 公寓的一樓 它具有一些電便的價值 這個大家就要看 那個當時的一些環境的 一些區域發展 就會決定說 這樣的公寓一樓 是不是有電便價值 好 那公寓也是有缺點的 而且公寓缺點蠻多的 因為我整理都念給大家的電梯 第一個 普遍屋齡都偏高 而大部分已經超過30年 而且需要大規模的修繕 通常啊 修繕的費用都不會太低 所以通常你在購買之前 你就要評估好這個問題 而且呢 老公寓幾乎沒有電梯 如果人有不舒服 你年紀大的話 也沒有無障礙空間 我奶奶就是住三樓 然後他每天都在挨說 他想要找電梯搭 對 外送夥伴都多辛苦 都要爬樓梯 然後他就放一樓梯來了 對 大部分的呢 這種公寓啊 還沒有官委會 因為人數非常的少 所以相關的後續公共修繕的事情 往往容易就停擺在那邊 沒有人可以修 而且呢 大部分都沒有車位 不要說汽車 連摩托車都不太能停 這是個問題 就等於說你外面越租 像以我們家那邊來說 越租機械車位一個月是兩千元 那平面就要到四千元 所以如果你在購買的時候 你可能這部分 你也要考慮一下 注意一下 對不對 如果有小朋友 你看你要車位 哇這個糟糕了 好先淘汰 這個公寓不看啊 而且呢 之前二樓 是不是大家也有看到 我們拍的那部影片 如果你買公寓又買二樓 恭喜你 很便宜 你相信我 你不要說 師傅我用25年都沒事情 25年零一天耶 明天會不會有事 因為有風險 而且通常啊 這公寓啊 因為他樓層也沒有非常高 通常的 所在的位置 是不是他的路會相對的小一點點 所以如果 在樓層稍微高一點點的地方 他晚上啊 比較會有光害的問題 跟噪音的問題 還有啊 老公寓在購買的時候對不對 就是難免會告訴你說 這個價錢很便宜啊 低總價對不對 但是因為屋齡過高 所以通常啊 貸款層數不會太高 自備款就要變得很高了 因為銀行不願意借你太多 而且 還款的年限也不會給你太多 他等於說他評估他的限值不高 對啊 你總不可能買一棟四十年的公寓 然後銀行給你貸款 還給你貸三十年 怎麼可能 早就倒掉了 如果有這樣的人 請介紹給我 趕快貸 趕快貸 而且啊 這種超過四十年的房子 你如果未來住一住 你可能恐怕只能住短期 在人家要脫手的時候 會比你現在當初買的時候更困難 因為房子通常就超過四十年 他可能會有結構上的問題 那等度跟 什麼時候都跟 師傅我有個問題 那如果要丟垃圾呢 追啊 公寓也是 追 自己處理 自己追 追垃圾車 而且通常有時候 你不只要追垃圾車 還會追小偷 因為出路 很容易解鎖 沒有人管制 沒有人管制 對啊沒有人管制啊 進出超方便啊 一個喇叭手 或是什麼一個 意思是說 他隨便一督 或是一翹就壞啊 這是不是常常容易招小偷 很容易 推出我們的智門人手 對 沒有啦 沒這東西 你說這種公共空間 你還要裝 督眼機 誰要裝 是誰的店 你看 又沒有管好會 這是公跟私 沒辦法去劃分 對 然後沒有一些總體的一些服務 或是一些安全性的防禦 所以公寓在這部分是相對的弱的 而且 公寓還有這個問題 我想大部分住過公寓的人 可能心中 多多少少有這些痛 這管道間的異味 是互相串通 你說我在家我也聞得到 你會聞到別人家的味道 他如果在吃雞排 他也不會在廁所吃雞排 你怎麼知道 那是雙重享受 真的嗎 所以你這樣聽起來 老公寓的問題其實頗多的 你如果親人要賣 你完蛋了 我跟你講 我們講公道話啊 對 我們講公道話 對對對 好 看完公寓 我們再來看華夏 通常它的樓層一定比較高 它大概就是10樓以下 這個總有電梯的吧 欸 有電梯 這沒電梯大概恐怕就賣不掉 10樓一定很便宜 太可怕了 大部分它的屋齡 就會比這個老公寓 來得稍微年輕一點點 普遍落在20年左右 你看這個年份不錯吧 進殼工退殼手 想常住還可以 住到差不多孩子大 再來換屋也可以 你要短期來做操作 買賣脱手也比較不會有問題 你好像很推耶 沒有 我跟你講說 這單純就是物件的狀態條件 這倒不是什麼價錢高不高低不低的問題 通常它的公審比就開始漸漸變高了 大概就會落在15%到20% 如果它有一些小花園 對 甚至中庭 那所以它就有管委會囉 通常這樣子的會有管委會 好 這樣子的一個社區 因為它漸漸已經開始要有所謂的公共設置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進出的管制 但因為這樣的滑下 它的戶數不是太多 所以它的管理費 其實很難以支撐24小時的保全 大部分都白天 那你晚上可能5點過後 還是幾點過後就沒有走位了 所以夜間的小偷就比較容易解決 這個也是會 夜間的小偷 對 早上要上班 晚上要上班的小偷 對 就可以鎖定公寓 對 因為 因為其實下面沒有人 沒有人防守啊 所以如果它是早上有正職的 對 小偷是全職的 沒有跟早晚班 不一定它有時候兼差啊 沒有 它不會啊 不會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他們都會有地下室要挖停車位 那這停車位普遍來講 機械車位比較多 為什麼 它戶數不多耶 戶數不多就用平面就好 因為戶數樓層沒有這麼高 地基不用挖那麼深了 所以有時候它萬一停車位是沒有這麼夠 所以它只好用機械車位 來增加它的停車的那個容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大樓有什麼優點 什麼是大樓 十層樓以上的大樓 普遍來說 它的屋齡會比較年輕 當然有些地方派也有年紀很大的大樓 我覺得也都OK 但是不外乎有一個道理 它因為就是稱之為大樓 所以它在這個結構設計上面 一定是會非常的穩固 那當然你有些什麼微X大樓 那這個我就不好意思說了 再來這個大樓的消防的相關的設施 會比較完整 它的無障礙空間的設計比較好 而且再來就是說像這種大樓 它都有出入境門禁管制 先生您好 是啊 您要到哪邊要做什麼事情 登記 對來我們登記一下 對啊 而且你走到哪裡都有監視器 你不用閃 那甚至它到夜間24小時都有保全 這種類似像飯店式的管理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棒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這個幾乎都有停車位 而且以平面居多啦 因為它樓層高嘛 我可以往下挖 往下挖 可以B3B4B5都挖得到 你這種大圓白啊 欸不一定 你就看 B18 B18 18層對 18層 而且像這種大樓的時候 還有一個好處 你這個包裹的收送 取貨的時候很方便 滑下也可以啊 對 但是它的公共空間不一定足 還有這個就是說 我們這個剛剛有提到 不是要追垃圾車嗎 通常這個大樓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它都有支援回收市 而且大樓還有一個很棒的點 我個人覺得超棒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台灣在2023年 一般小型汽車 就不可以再販售是燃油的 你都知道全面變為電動車 2023嗎 2030吧 欸我剛才是說2023 是吧 對 不是不是啦 嗯好喔 還是你要換啦 可以先講 我換不了 我還是開油車好了 對對對 我們比較窮 所以我們因應這個 2030年即將要到來的時候 就比如說我們講的這個電動車 那電動車的時候 你的充電裝準備好了沒有 而且 通常大樓的這個地下室 你抬頭上看 這個管線 它都是比較有系統性有規劃的 好那你後面要去增設 這些所謂的充電裝 絕對是比華夏跟公寓方便的太多了 甚至可能現在的家人都遇了 是 有些地方 欸如果直接在客邊的時候 就直接先幫你做好 那這個也都是只有在大樓的時候 才有辦法去做出來 大樓還有一個點 我個人蠻推崇 房子裡面的那個配電盤 整個裡面的配電系統 回路比較多 比較好用 相對的它的那個備載容量 算起來的這個UB量是比較好的 電池也相對比較粗 安全係數拉高 對對對 有一些老公寓 這個你看用的電線還是這麼久 是有風險的 有風險 有些事不能說 不好說 可是我們知道 好 這個大樓啊 這優點很多 可是它還是有缺點的 公設比比較高 所以公設比高這件事情 可以說是優點 也算是一種缺點 必須你這個公設比相對高 所以你的權狀的頻數比較多 所以總價相對它最貴 所以回推到它的管理費 也高啊 也高 所以坦白講這種東西 你在入手難度來講 會相對的高很多 然後這個像這種大樓 還有一些問題 有些大樓它的這個動具比較接近 不只是採光差而已喔 尤其是在靠近天井這一側的陽台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幾乎照不到太陽 比較陰暗 比較潮濕 衣服不太會乾 所以像尤其新竹這種地方 廚師機賣的真是好玩 反而拉進來曬衣服 對 廚師機廠商趕緊私訊聯絡 就來清除鋪地點嘛是不是 他們有鋪啊 自己沒找我們而已啊 這就是不對 難怪賣不好 他們哪裡賣不好 而且要爆表拉出來超好 我也是說說而已 哈哈哈哈 看完這三種形態還有另外一種形態 透天 透天喜不喜歡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透天的 想不想要 其實老實說 大家都會以為就說 喔 師傅 你剛才這講完的 從公寓 然後從華夏 然後做大樓 不外乎 透天可能就是 只是獨立空間 或是什麼價格上的差別而已 但是還有一些事情是你沒看見的 先來跟大家說 一般來講這個透天 就是大概就 兩層樓到六層樓 這種獨棟 你都看我一件嗎 欸 這當然不談 真的不談 有人可能會蓋到十樓 十樓 十樓就只差沒電梯了 他就滑下來 我就不能再多講消息了 再講消息 大家都知道在哪裡了 以往像我們公寓 它比較像一個平面對不對 一戶對不對 它是一個面積 加上這個高度的時候 它就變透天 所以你看你有幾層 哇 這個屏數就非常多 所以包括前面你退縮這個 容積率跟健闢率的部分 全部都算在內 所以你擁有這個屏數是最大的 所以你在這個建築物裡面 你對於房間的分配跟規劃 跟管理會變得非常有彈性 而且你這個透天幾乎都是 就是獨立進出戶 你不用跟人家共用一個門 而且這個透天啊 都有車位 停車位很方便 有些透天是沒有管理費的 蛤 透天有管理費 欸 有些是有的喔 比如說它是集中型的 社區型的透天 哦 對對對對 叉叉三樁 而且普遍來說 這種比較沒有樓上 草樓下的問題 哦 對 鄰居也是一個 是 如果說既有的透天 當然就是比較熱鬧嘛 那如果說後面一些 新陳物的透天 它可能發展的地方 屬於比較市郊 那通常這個地方就會比較安靜 這個是優點 但是缺點來了 貴 貴 好 第一個 還有嗎 也沒有人管理對不對 進出沒有人管理以外 是不是你的衛浴設備比較多 通常你的這個透天 如果樓層比較高 你可能會有四間廁所 人家換兩個馬桶 你要換四個馬桶 房間也會變得比較多 裝比較多冷氣 哦 很多冷氣 是很多冷氣 熱水器也要好多啊 你的配電箱你要四個 等於說建置的成本 你會拉高 建置成本高 以後它壞的時候 欸 對 你講到重點了 它壞的時候 你壞的時候 你就剝皮來 所以你的坪數變多 設備就變多 設備的維護費也變很多 那透天還有什麼 一個狀況 你的頂樓 要常常去維護它 不然的話 你會常常因為高溫 曬熱了以後 地板會空骨 然後它就會漏水 而且這個不是只有 去維護這個頂樓的 表面的問題而已 你還要常常去打掃 否則一旦你都不去打掃 這些風沙 飛沙走時 把它累積在那邊 導致你排水不順 會積水 積水就 漲草 甚至變成草原 有沒有一集 我們在頂樓 有啊 整張草皮 對啊 那你草原只要一爬出來 樓下來又要避開 而且這頂樓 不是只有這地板 這些地方清潔要顧 你還會有什麼 你的給水設備 颱風天然你要特別小心 水管飛下來 或是什麼義烏飛下來 砸斷你的水管 你就沒水了 不是啊 那這個大樓或者是 華夏或公寓都還是會遇到 比較不會 大樓尤其不會 它是在密閉空間 不是 在室內的 就室內的嗎 對 那如果坐在外面 有的是用金屬管 比較抗衝擊 那再來大樓 因為它樓層高嘛 你東西要砸到它 是不是要比它高的東西 才會砸到它 哦 這樣有機會 對 所以如果你的透天 剛好在大樓旁邊的 或是你的透天旁邊 有人比你高的 你也要注意 你就會發現你住透天 因為你要處理的事情非常多 其實這樣整個這樣聽下來啊 對 我也不會特別去下什麼結論 因為對我而言啊 假設我是有想要去購買或幹嘛的 所以頂多就這一集 請我老婆再看一次 要看一下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就是因為 其實我們都是偏好透天沒錯 可是你看今天這樣了解完之後 你會發現你要花不少的錢 所以就我的觀念上來看啊 其實沒有所謂的好房子或換房子 端看什麼是適合你的房子 但是如果你今天硬要 真的我們說 從這個不一樣的物況 跟形態的狀態下 沒去做個比較 當然還是會有一些優劣 可是有時候 我們必須去講到一些問題點 有些人買房子 是喜歡哪種類型的房子 但有些人是 依照什麼需求擺在優先 如果說今天說 我就是要買在這個學區 我要買這個學區附近的透天 可是我的預算是多少錢 但因為這個學區實際上去看 哇這個價錢根本買不起透天 那你就要往蛋白去走 又或者是說 退而求其實 我就不能用這個房子的形態了 我可能必須從透天變成公寓 或者是滑下 但是當你選擇從這個透天 變成公寓滑下的時候 有些的優劣利弊 你就必須要知道 我覺得這一期的價值就在這邊 對沒有錯 最後再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其實它短期的一個 實際上的成本 其實就是你購入的成本 加上這些你要修善 但是實際上長期上面 它還是有一個隱性成本 比如說 稅金啊 利息啊 管理費啊 維護的部分 這個機率都高別人很多的時候 你這部分你要長期上 你要去思考 不然的話 常常我們就會看到很多的狀態 就是真的是放牙爛 就一直讓它閉牙爛 沒辦法修 或是沒錢修 可是你不修的話 以後這件事情 對你的影響會非常的大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 只要隨便的內容 那對於我們今天討論的任何議題 有相關經驗 甚至我們有漏掉的部分 對 都歡迎幫我們補充 我為大家補充 讓大家想要做這件事之前 有一個概念 對 功德無良 那實際要買 一定還是要去看現場 要做功課 功課一定要做足 不要被人家牽著走 滑下跟公園又有點不一樣 有點不一樣 樓層不太一樣 樓梯比較大 通常 樓梯不一定比較大 通常它的樓層一定比較高 它大概就是10樓以下 這個總有電梯的吧 有電梯 這沒電梯大概恐怕賣不掉 估計是賣不掉 10樓一定很便宜 太可怕了 去買9樓送10樓 你知道那個狀態可能會這樣嗎 你好不容易爬上去有沒有 你是空降下來的 我跟你講會打跟那個 那個水索 滑下